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菩萨大家好 大家请翻开我们的课本 是在 现在是在讲这个 在 如果是传要的话是在GEN 19 如果是388页 如果是书抄的话是在GEN 18的第34页 这个最早是第二个尊佛 这个佛秘叫做 波罗秘善言庄园王佛 波罗秘最主要的是 这个般若道彼岸 这个道彼岸最主要的是 这个用大智 这个菩萨修学 用这个菩萨剥密 这个词菩萨制 他引导在菩萨 在我们所说的修学上 不是菩萨行 不是菩萨道上 都一定离不开 这个菩萨空制 或者菩萨思想制 这样子就可以 不展着任何的一切法 而且引出种种的大智慧 这个叫做道彼岸 善言最主要的是 这是我们所说的佛言 按照这个是讲这个 见性 这个所谓的眼见佛性 这个叫做见性了了 所以这个善言 不是只要的眼见佛性 这个言最主要的是佛言 那这个庄言最主要的 就是因为菩萨的修学 达到所谓的 障碍都克服了 所以功德都圆满了 所以这个讲到 所谓的因缘果满 所以这个叫做庄言 那我们这个大卫光同志 见到这个听到这个佛 见到这个谁的这个如来 成等正觉现身通 所以这个时候 这是我们这个谁 可以独向破译 所以他就是第一个 他有得十个实相 那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念佛三昧 由念佛三昧 从念佛这个部分来讲 这个他可以引出 非常非常多的功德 所以非常非常多的功德 比如说是为诈 能够我们所说的 能从念佛这个部分来讲 他可以入门 完全是讲念佛入门 这个念佛 所以念佛三昧 是非常非常重要 他含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阿含的这个 所谓的六念 不过是十念 六念念佛念法念真 所以这讲是念佛的功德 那他也含是我们念西方 阿弥陀佛的佛号 这个念佛法门 这是因为我们这个念佛本身来讲 因为他本身来讲就是不离这个念佛法真 这个讲那个念佛三昧 他最主要的讲三项 第一个是定中见佛 因为我们在通过这个念佛念最主要的 因为念心手是承袭静 一直我们承袭这个静 很多让我们设想念这个佛 所以把这个所有的念头都归向到我们这个承袭看到的这个佛 这个讲到这个定中见佛 这个讲到专一进性 所以这个是会这样会 在导念佛会有这个在定中会见到很多佛 所以人是为什么讲定中见佛 所以这个时候他见中见佛慢慢的由这样子去 这也是我们念佛念西方阿弥陀佛 他也是属于从念佛这个名号慢慢的定入在定当中 然后看到阿弥陀佛这样子进去 所以就是讲到这些的世人见佛之后 他的心量跟佛慢慢的等量 就是从这个念佛见佛之后 慢慢的达到这个跟佛一样的我们所说的一种境界 所以念能见所谓的门 第二个是从佛功德 念佛的功德 念佛的功德最主要是做手念 因为念佛功德 这是我们在阿弥陀佛最主要着重在意 我们就是为我们要知道佛 所以念佛的功德 你不知佛的功德你怎么跟他学习 所以这个最主要是你要知道佛的功德 一直念他你才会想修跟他一样的成就 所以从念佛功德之后 所以因为佛的功德非常非常多 就是无边海障 我们所说无边障 所以这个慢慢的从这个念佛 所以念佛的功德慢慢的 指导佛的功德 这个所谓门 有这样子他这边来讲 就会有你一直念佛有什么功德 成就十圣 所以他后面也会讲到这个十圣 所以这个慢慢都会达到 那第三个是从这个能念 无边 这个是第三个 最主要的是从这个能念 能念来说 所以无边圣德由从这个念佛 能念佛开始 所以念佛他本身就是这一门 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的深广 他可以逮出运积运寒 这个基就是我们所说的 他可以这样一直念佛 这个念佛一直聚聚很多的 慢慢的无边的圣德 怎么做 这个从这个谁的 何者 这何者就是要 你从在念佛的部分来讲 就能念佛的法性身 他比较设在三身 因为佛的功德 按照一讲就设在这个三身 一个就是念佛法性身 这个法性身最早的是 就是跟真如相亦 气真如理 那念第二个就是念佛的功德圣 成无边德 就是念佛种种的功德 所以你才会成就无边的圣德 所以你才会成就无边的圣德 还有念佛的庄严相 成为念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 就慢慢的会成就 就是讲到这个 最早的这个最早的时候 念佛有哪些功德 从这个功德之后 开始慢慢的修学菩萨 修学者就慢慢开始 念佛有哪些功德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知道佛地 佛地经 佛地的成就 因为如果你不对佛的成就 有所了知的话 你先看到好多像外道 比如说这个佛陀的老师有两个 他已经入这个无想定 这个境界是 几乎意识不起来 非常非常寂静 那你就认为说他是佛陀 或是有一个修学者 佛有一个老师 进入这个非常非常定 所以他也非常非常心安定 你就认为他是佛的境界 所以你要真的要知道 佛地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佛 到底有哪些功德 那这个讲到谁 从这样念慢慢的 因为这个想念 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德 慢慢我们就不觉身这些烦恼 不觉身妄想妄念 所以这个讲藏无不灭 如果我们在念西方阿弥陀佛佛的话 每一念 念念相续 就慢慢的就会少一些妄想妄念 所以这也可以达到藏 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妄想妄念 慢慢的对峙 这个讲藏无不灭 得无不神 这个都是从念佛 所以这个念佛最主要的含色 这个就是念佛的功德 还有念佛 就是专一念佛号 来讲这个念佛 他一定要达到这个三昧定 因为有三昧定才会有种种的功德 他引发这些种种的功德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从此通悟 所以我这个讲到从念佛来了悟 所以这门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讲到那个 这个由我们的草里面讲 这个念佛 因为在我们的书里面 也有 但是我们的草比较简单 它比较 纲要性的组出这个三昧 那我们这个 后面的这个 因为我记得是 我们讲到这个部分 那我们这个第二个 这个 这个也是讲过了 但我们这个讲到这个 这个大蛇 就讲到的是 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讲到那个 大蛇迷法性去空平等清净 这个 这为什么 就是它是大蛇 因为这个就假如从这个慈悲喜蛇的部分来讲 这个蛇比较属于 因为蛇就是第一个 它比较 蛇的部分来讲比较属于我们所说的无功用的这个部分 所以它比较讲这个大蛇 所以它比较讲这个大蛇 是讲那个慈悲喜蛇的这个蛇 所以比较是讲到它离开这个 我们意识的这个所谓的忧气 因为悲比较看到众生 看到众生苦 所以心会有悲 那喜的部分来讲看到 如果看到这个修学者 他非常精进 所以是讲这个喜 因为喜最早的给 给予这个欢喜 所以是讲那个浮动 所以如果能够离开这个忧气跟这个喜 喜动 所以能够生气法性 这个法性是一切法的真实性 这个旷若虚空 所以一直讲那个法性 就是法的实性 也是讲这个真如性 这个的话就是如果你要讲的部分来讲 都是比较用虚空来讲 比较以虚空来批语 因为这个讲这个 因为这个讲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 因为这个讲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 能够离开悲 离开悲忧跟悲忧 这个是能够记录平等亲近 这个是我们的 按照也是一种真如性 我们讲第七个 因为大卫光同志看到第二尊佛 他这个时候 他的过去生所修学的上根 真的会发动现实 就是相运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好好的闻思修 你未来一听到什么 你马上就原来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讲契合相运 我们讲到波瑞和波罗密 这个既得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真的要跟波瑞相运 波瑞的思想相运 因为波瑞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他为什么得波瑞波罗密 因为波瑞本身就是一种智慧 这个用无漏的智慧到达彼岸 用无漏的智慧在修学 这个时候你能够无沾着 我们所说无子无曲无德 用这样子的 这个一切法的时向来修学 所以这个很容易 这个我们所说道必按 所以这个讲波瑞波罗密度 他明智性离构 法界亲近神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波瑞经 佛说那么久 那么多 佛说波瑞经是用很多的时间来说 因为它真的很重要 你没有波瑞 因为我们众生做什么 就很容易执着 知我做了什么 尤其你做好事更执着 你成就什么更执着 这真的是很难很难的 我们所说的离开 心不至早 真的是要透过修学 所以这个波瑞本身来讲 是绝法实性 因为波瑞最早的就是 什么叫波瑞 波瑞是无漏制 它本身就是 你要打到无漏制 你一定要绝一切法的 实相或是实性 因为波瑞是我们所说的无漏制 那你能够绝一切法的实性 就是要离分别 离分别这个分别是 我们众生的 我们世间人的 这个所谓的心事的分别 因为我们众生的心是比较多妄想妄念 就是我们众生 我们世间人 因为就是讲那个凡圣 世间人很容易在 在看到一切境界的这个时候 很容易去产生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说的四分别 就是我们所说的很多的 一些的 希望分别 所以我们要离开 这个不是说离善分别 因为波瑞本身就是善分别 所以离我们的希望分别 或是我们维世佛 维世佛学所说的 离开骗具分别 激动分别 因为激动分别 最少离开我 我们一直认为 实有我跟实有法 就是实有我 还有实有我们所看到的 一切境界都是真实的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知足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所知障 这个我们讲都是谁所知障 无名 就是我知跟法知 知我是实在的 知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境界都是实在的 这个是按照来讲 都是这个叫无名的一种体性 所以我知跟法知 有可离者非真离 这是从波瑞的角度来讲 因为波瑞最早的 要认称诸法实相 不是诸法实性 有些这个到底是诸法实性 还是诸法实相 有些是性等于佣 性等于相 因为有时候是讲 性即相 就是有些性就归性 有些是像 我们这个如果是法性中的部分来讲 他性主于真如 像是以巴士的这个仪用 等同一用 有些体相用 这个讲到那个 用比较属于那个生命 因为我们在用东西的时候 它会慢慢的磨损 而它的体是不生不灭 它的相也是不生不灭 因为体跟相来讲 比较属于 因为性是无形相 它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外外现 由相来说它存在 所以有时候讲 当然是实性还是实相 有时候讲性等于相 为什么有可离者非真理 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 因为波热最早的就是 我们一波热 波热就是无肉慧 无肉智 无肉智最早的 什么叫无肉智 你要了达波热的智慧 它是叫做无肉智 因为波热就是诸法的实相 波热本身就是了解诸法的实相 诸法的实相到底是什么 在波热是讲 一切法本空 从空来讲 从空为门 达到 因为空是一个波热智慧 它本身就是我们真如的体性 这个如果你了解的话 你就可以把世间所有的一切法 都跟真如一样 都是空相 那我们就讲到谁的这个 因为本 是我们所说的 一切法本性空 一切法本性空 在我们 如果以为世的角度来讲 就是比较讲的是 那个骗记所知 因为骗记所知 都是我们 只有一个使我 而来的 知我们的实法 就是我们心知 一切境界都是真的 这都是从我们执着来的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说的认识错误那边所来的 那个都不是真实的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 本身就是不真实 就像我们 这个骗记所知的部分来讲 按照比较 觉得这个譬喻就是我们所 我们的言 有障碍 还有白内障 所以看到空中有一些 小碎花 飞来飞去 这个谁的 那个 如果我们的这个 眼睛 白内障治疗 这些东西都不见了 所以这讲到这个 以我们的这个波 这个从 为世学的角度来讲 就是骗记所致 因为他本身来讲就是没有 没有真实体 就像我们这个 我们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幻眼 就是有毛病的眼睛 所以看到 虚空 看到一些虚人 所说的空中的这个所谓的小花 没有空中的实际上根本没有空中的小花 是我们我们的颠倒 我们的妄想妄恋 所以从这里来讲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空中的小花 根本没有 没有你怎么去理他 所以若可理就不是真正的理 因为他没有 所以我们所说的 至于他没有这个实体 所以不是 你要离这个小花 那你就不正确了 所以不是真正的理 知智性理 本身来讲 知智性理本身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 我们一知道我们的这个眼睛 把内脏治疗好了之后 马上就离开 就叫自信理 如果我们的妄想妄念 离开变成无漏制 马上就离开这些的妄想妄念 所以他就是 我们的无漏制本身就是自信能够离 自信理 不再有一个离妄想妄念 我们的这个无漏制本身就是光明 光明本身就离开黑暗了 它不需要再离开黑暗 有一个动作再去离开黑暗 所以为什么讲到不再有一个离的动作 这样子从这个自信力来讲 它本身就是一个有能离性 它本身就是有一个能离性 它不是有一个 非要有一个去离开 它的有一个对象去离 所以无离之离 才是真法界 所以你能够因为我们剥热 所以他在比如说他在轻震我们的真路 这个时候他按照来讲就是心情触灭 一样一个道断 所以人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他这个当下根本他清见我们的真路 这个时候他没有什么的离 一 佛法二字 是佛法二字空之后 我们的十项智 这个时候是轻震我们的真路 所以就是讲到无离之离 就是讲自信离 因为我们无漏智本身就是光明 他自信就是能离性 他不需要再离一个我们所说的无明 这个时候他就是 这个时候能够找见这个所谓的真实相的法界 这段是非常重要 因为波瑞金到最后就是无解无脱 无脱无解 到最后就讲这个无脱无解 没有捆绑 他是我们妄想妄恋在捆绑我们 但就是我们的妄想妄恋在捆绑我们 我们知道他是妄想妄恋自动就消失了 另外我们的这个 有关于一他起的部分来讲 因为我们的遍其所知越来越离开的话 我们就不再造恶因 所以大家要知道 就是为什么我们 我们不是 我们 以我们的修学的观念 我们不是要离开 我们不是真正的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三界 好像这个自杀之后 好像有些才 我这个世间太苦了 自杀方式离开痛苦 我们为什么不主张这样子的观念 因为在佛教的修学 我们会来欲戒 就是因为我们造很多的欲戒的因 才会有这个欲戒的果报 来欲戒的果报 我们今天 我们知道这个谁的妄想妄念 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造恶因 不造欲戒的因 不造欲戒的贪嗔痴 这个时候就没有因怎么会来欲戒 所以我们这个讲到 我们真的要离开欲戒 按照我们的这个 就是讲的不生断 这个大家要知道就是 我们不生欲戒 这样子就才断 不是说我们在修学 马上因为欲戒太苦了 我们自杀 就是采取马上的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采取无因 不造作因 不造作善戒的因 你才不会来善戒 这才是真正的离 离三戒 所以这个讲真法戒 本来清净 这个时候你如果能够 这个真法戒 按照我讲是 有时候讲这个真如 佛性真如 它本身就是清净 所以为什么我们 我们一直要去见到 第一个出地菩萨 波士我们所说的 声闻的这个出国 都是开始要 以这个 声闻是以四圣地的 这个无我正见相应 这小儿子是跟无我正见相应 这个时候 它相应之后 这个 这个时候 它就是不制造恶因 因为它知道 因为它知道 这个时候 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说的 我们这个讲的 那个会 出国最讲的是 因跟那个 我们四圣地的这个 这个 我们所说的 无我正见相应 这个时候 见到真理 这个 你才慢慢 进入二国 三国 四国 如果是我们的 那个 大圣的角度来讲 你就是要见到真理 你见到真理 才是真正的出世界 才会清静 才会清静 所以 这为什么讲到 真法界者本来清静 这句话 大家 我们 大圣都是这么说 因为你就是要见到真理 出地为什么那么重要 就是见到这个真正的实相 这个讲真法界 所以它本身就是自信清静 它本身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出世间 所以你本来清静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你能够认识这个法界清静 这个你慢慢的这个 因为我们见到了这个时候 就是要见这个真法界 它就是讲那个自信清静性 那自信清静性之后慢慢的 跟一切法 讲理法界 理事法界 然后要讲到 理事法界 事事法界 慢慢的清静 事清静 先理清静之后再事清静 所以这是讲 为什么讲法界清静 法界清静一定要用般若 他非靠般若 这个非靠 真的是非常重要 般若清静 因为你要法界清静 一定要到 一定要用这个般若升官 因为般若本身来想就是 我们所说的 他本身见实相 这样子还能够清静 见一切法的实相 所以这个 般若清静只有万法清静 因为般若是无漏智 你每一念都无漏智 哪来不清静 所以万法静是 真正的静 就是要讲到谁的 因为他自信清静 你自信清静 这个人 无静不静 你讲真如的 就是你般若清静到最后就是 一切法都是如 一切法 切如也 这些讲 都跟真如相应 水顺真如 真如本身就是 他本身所为自信清静 他本身来讲是非静非不静 为什么叫非静非不静 真如本身自信清静 是他本性 他不是因为离开烦恼而清静 所以为什么讲非静 他又不是我们众生的那个 因为非不静 他又不是我们众生的 完全根本小妄念的那个静 所以讲非静非不静 你这个才是真正的自信清静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的 我们声闻他比较 他比较多 偏重在这个烦恼是因为我修学 这个种种的修学法门 所以我把烦恼给去掉了 所以 涅槃是由修 修而来的 修出来的 声门的对于涅槃 都比较倾向于修修所得 那我们这个剥烦的 这个谁的 这个 涅槃 因为涅槃就是 我们正如是从他的儒来 真是讲那个真理 儒就是讲那个 儒一常 儒最重要的是我们所说 常意不变性 恒常不变性的那个儒 所以这个本身来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 他本身就是自信清静 不会辗找任何的烦恼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 你能够剥热 剥热无肉质可以体会 相应到这一点的话 慢慢的由这一点来 运用在世间 这个运用世间叫做方便 这个叫做方便质 因为波勒质最重要的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名称 命名是 无肉质 菩萨的无肉质在圆真如的这个质 叫做十相质 所以这个十相质最重要的是 圆真如而命名 方便质最重要的是 圆菩萨在修学的时候 在断葬的这个时候 离开妄 离开烦恼 这部分来讲 圆世间的这个部分来讲 产生这个方便 所以 底下我们再讲那个方便 产生这个方便 所以它可以离开 这个种种的这个 因为它这个方便来自于 对这个真如实相的空 自信清净的这个空 所以它在圆世间的时候 不战不着 它清正到无所得 这个叫真正的清净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菩萨在正 在这个成就这个所谓的 在断得的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一定会讲 它所有的这个断葬 是非禁非不禁 这要知道 因为虽然说有断得 它真正的断是非断非不断 这个讲它本身就是自信清净 一切就是讲到我们本身的真如 本身就是自信清净 然后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 一切法 你到最后就是能够感受到 它不 我们先所缘的境界 其实它 这些境界 是依它情 其实它根本不会制造我们 任何烦恼给我们 是我们的心妄想万念 去攀缘它 才会产生烦恼 才会长生这些烦恼 所以我们这讲 那为什么讲一切法是自信清净性 一切法是自信清净性 完全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自己的众生世间的心 妄想妄念 判圆出来的 没有正确 就是我们所说的颠倒 认识颠倒而出来的 所以万法经就是 你一定要体会真如的体系 非净非不净 就是我们所说的中道 不是偏向于修学而得的清净 也不是倾向于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真如 真如在众生本有 但他显现不出来 所以讲到谁的这个 他真的他显现不出来 这个真如被烦恼所遮罩 所以这个讲到这个 所以他也不修学 也不修学清净 他没办法清净 所以他没办法显现 所以非不净 这个非净是讲他本质 非由种种的法门来清净 那我们所说的 非不净就是 你要体正真如 你不清净他也不行 因为他 众生被种种的烦恼所遮障 所以你还是要靠修学来 对因缘让他显现 所以为什么真如不离因缘 真如本身就不是缘起法 但他不离因缘 因为真如本身来讲非四身 他没办法自身 如果真如可以自身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不用修学了 他自己就显现出来 我们干嘛要修学 就非自身 非他身 真如不是佛菩萨给我们的 因为他是世间主 所以真如不可能佛给我们 我们还是要靠自己修学 真如非智 非他 非共生 因为真如本身来讲 他没办法自己写现 他不是 他最佳的还是讲别人给予 真如也不是无因生 所以靠原生 所以他离不开原生 那我们这个十相般若 为万法之体 因为十相般若最佳要讲十相 因为我们的般若最佳要讲 这个般若自在所相应的真如实相 另外是讲观照般若 那就是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 在运用 我们要产生般若一定要从观照下手 观照般若 还有这个谁的文字般若 文字般若现在我们就一定要文字般若 因为我们由这个文所成会 师所成会 慢慢的从这个文字 慢慢的相应这个 开启这些般若自 所以就讲文字般若 所以讲这个十相般若是万法之体 这个体是讲十相 观照名词 所以观照名词就是我们在 这个 县管 观型的这个时候 一直慢慢的 明和这个 我们十相 所以我们讲这个 十相之战 明和真如的这个时候 好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相应 好 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 清正 所以观照主 这假如是讲 般若无漏制 因为它产生观照的作用 这个时候慢慢的 明和我们的 明和这个真如十相 这个时候 会慢慢的带出这个谁的 功德 重德优衣 因为我们在清正真如的当下 慢慢的 慢慢的会把 因为它第一个短障 会见到十相 一切法的十相 慢慢的 直到世间全部都是虚妄的 所以你开始就 慢慢的训练 心不贪 我们所说的这个 称不胜 我们的这个 污名慢慢的 慢慢的 减少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断德就起来了 我们的这个谁的 智德也起来了 幽衣就是 整个衣 所以我们般若 我们十相最小的 是真如本身来讲是 迷雾衣 所以开始 这个讲到雾 最小的是雾 慢慢的功德 会慢慢的 带起来 所以为什么讲这个 这个生是讲法性生 或是讲自性生 真如又是所谓生 因为身本身来讲 有体的意思 我们一直讲身体 身体 它是一种总体的概念 然后这个 一 我们 因为这个体就是 一的意思 我们 吃喝玩乐 全部的一这个身体 所以它有一的意思 它有聚的意思 我们这个身体 最小的聚和我们的五脏 所以它有聚的意思 那我们最小的是 比较着重在圣 慢慢的会 它会 重得 会慢慢的聚 由这个 这个 十相的 这个 法性神 知性神 或是法性神 慢慢的 带出 所有的功德 是般若者 那这个是超的解释 就是 为什么叫般若是 绝法 十性离分别 因为就是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去 因为绝 绝就是我们所说 这个 按照来讲的是 响应 这个一切法的实性 这个时候就是 离 离 诸法的这些 骗具分别 虚妄分别 因为 一见识相的时候 慢慢的 这个 我们众生的 这个 事分别 因为众生的事 都是属于妄想 妄念 慢慢的会 越来越减少 所以为什么讲 可以离分别 所以总是一门 就是讲到这个 总是一门最假的是 就是 这边总是一门 最假的是在 对般若来讲 先 由总相来解释的意思 后面是别事 别事就是讲到那个 有可离者 这都比较属于别事 最假的的别事 就是我们所说的 别事就是 在 因为 我们讲 我们在解释有 总别广页 总就是波瑞是什么 然后再 再举出来 再举出来 就波瑞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别有是讲 特别 别事这个谁的 自信 自信离构 以波瑞本身来讲 最小的 因为他有这个 无漏念 本身就是无漏志 那无漏志 它本身就是自信 本身就是 因为有没有自信光明 自信光明 本身就是 本身就是离构的意思 就是別事自信离构 那个 金子波瑞 上面就是 重点让你知道 这个超的解释 这个金子波瑞 就是講絕法之性 因為不如講絕一切法的 我們所說的這個自性 絕一切法的自性的這個自性就是 每一個法都有它的 比如說這個桌子有桌子的本質 相貌 這個預知有預知的本質相貌 這個自性比較講差別性 有些 我們的阿涵講自性 都是講這個犯我的那種 藏我的那種自性 這個是我們要 我們要 要淺除的 就是要 因為這個本身阿涵的這個自性 最主要是講犯我的自性 那個都是 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那個範我外道 所以阿涵的自性 我們都要幾乎都是講淺除 這個 為是的自性 比較屬於差別性 犯法的差別性 所以為什麼人是人 為什麼人是這樣子 為什麼動貓是這樣子 狗是這樣子 講萬法的差別性 這個 這個般若也是講 按照也是屬於萬法的差別性 絕法的 還是把它講 那 為是的自性 絕對是萬法的差別性 如果 以般若是講那個 絕法的自性 比較屬於這個 按照這個講到 如果他是講自性 裡的部分來講 是一切法的實性 至少是講一切法的實性 所以我們還是 我們還是講那個 好了 因為講一切法的實性 會比較好 那為什麼講自性裡 那為什麼講自性裡 因為就是講到那個 按照得講那個 因為波樂 在波樂的角度來講 比較想一切法 無自性的這個部分 沒有常依不變的那種自性 就是無自性 自性裡 本身來講 就是講到誰的 這個 一些法自性裡 這個離自兩相 這個解釋我們看一下 波樂的自性裡 那個 那個 這個波樂自性裡 這個自性 比較倾向於這個 誰的 真爐的這個體性 才會有自性裡 所以這個 這個自性 比較屬於這個 真爐的部分 所以有時候講到 這個自性 因為波樂的這個自性 比較 比較倾向於這個 誰的 這個波樂 這個真爐 所以這個離 有兩相 所以兩個走向的意思 第一個是 如果是 如果是 向上屬自性裡 向下屬離構裡 離分別之共 這個是我們 所以 向上這部分來講 就是 像這個 我們所說的 無上正等正覺 大菩提那個部分 因為上求佛智 下化眾生的部分 所以上求佛智 本身你要得一切 一切智 一定要 它 它比較屬於自性裡 因為波樂的角度來講 用無肉智 慢慢的開發無肉智 你越開發越多的無肉智 無肉智 就是可以離開 我們所說的 一切的障礙 一切的分別 所以假置性裡 向下屬於離構裡 向下的部分來講 就是我們所說的 按照的就是 我們在對峙我們的 煩惱的這個部分 因為向下就是開發這個 無肉智 向上最小的開發無肉智 向下最小的是 對峙我們的煩惱 所以它比較屬於離構 因為煩惱就是我們 貪稱是 是這樣 離開 我們當然也要離開 不離開怎麼寫 所以有人講離構裡 所以離分別之構 所以它比較屬於 自信裡 比較屬於離分別之構 所以它比較屬於 心事分別的那部分 希望分別的那部分 所以它比較屬於自信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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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離構裡 因為我們還是要離開這個貪稱痴 你不能不離開 我們還是 因為我們貪稱是 就是我們衍生這些煩惱 障礙我們的菩提 障礙我們的解脫 你還是要離開 這叫做離構裡 你不能不離開這個貪稱痴 所以你還是要一些修學對峙 這都是有所為 這比較屬於無為 這比較屬於有為 但我們到最後還是 到最後你還是要了解這個誰的 離構裡的部分來講 你到最後還是要 還要指導誰的 這個離 本身就是非離非不離 這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 從這邊開始看 應該是從這邊好了 從有可離下 就是別視這個經文 乘上 就是你 對這一段來解釋 能夠更能夠體會上 上句話 上面就是講到那個 自信呂的部分 有可離者非真呂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好了 謝謝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各位菩薩大家好 我們繼續來講這個般樂 他這個自信呂 自信呂夠 法界清淨 法界清淨 神 所以他偏向自信呂夠 本身就是偏向這個誰的 這個我們所說的這個 這個 這邊所說的 一切法的實性 這個 這就是當中 從超的解釋 有可離者非真呂 凡事出聚 凡事出聚 這個出聚是講那個 自信呂夠 呈上這個 性呂 本身就是自信呂 自信呂 不復離也 這個最重要的 順事出聚 就是 這個講自信 自信呂不復離 最重要的是用順 順的解釋方式來講自信呂 這個 這個 有可離者非真呂 最重要的是 用相反的 對反的方式來加強這個 這個誰的 自信呂的意思 反問的意思 反解釋 這個 這個乘上離分別 是我們所說的 離我們這個講到那個 這個 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離 最重要的是 它本身就是具有能力的 功能 如果這個光明一樣 本身就是能力 不需要再做一個 我們所說動詞的那個離開 不知信呂 所謂有可離 這個本身就是分別 就是 就是你還有一個 煩惱要離開的話 本身就是一種 我們眾生對實相不知的那種 旺分別 這分別是屬於旺分別 不知實相的旺分別 所以堅知信呂 最重要的是 信呂最重要的是 知道它本 本質就是 極滅 極滅性 極滅清淨性 如同涅槃一樣 極滅清淨性 這個時候 我們說無分別 就是說 你不用再去 做這個離的動 離的這種分別 這個 這個動作 因為你當下 這個 無露製起來的時候 本身就是已經 都已經足以離開煩惱了 它沒有再 不再有一個離的動作 這個字我們有時候講到那個 我們始相制為什麼又講到 無分別制 我們始相制當場 就是我們始相明和真如的時候 沒有所謂的分別 無分別 本身就是知道真如是極滅清淨性 所以這也講為什麼 始相是又所謂無分別制 我們這個 我們厚德制方便制 本身也叫無分別制 為什麼叫 我們厚德制有時候也講到 它也是一種 有時候講它是分別制 有時候講它無分別制 無分別制的部分來講就是 它不會像眾生的 這個心事一樣 期望想望念的那種分別 它又 我們的方便制 又什麼 有時候又講它是善分別 因為它的分別 因為它的分別是一種 是一種 我們所說的一種善 所謂善就是正確的意思 它能夠正確分別 事權是虛化性的 所以叫善分別 所以叫善分別 有法界 然後也可以慢慢的去和視法界 真法界比較屬於 真如的部分 因為這個時候 因為這個時候無力之力的時候 本身就是 知道它就是自性力 什麼叫自性力 就是我們真如是自性清淨性 就是無力之力 叫做無力之力 因為你當 你契合 這個真如這個當下 因為你就是 使我們所說的正正 正這個極面性 一切法的極面性 這個 知道 原來世間都是虛幻的 不實 所以這個時候 你知道它虛幻的 你就不會再一直攀遠它 本身這個就是理 所以這個時候你能夠了解 這個就是 本身就是真 真真的意思 所以講到這個 那個 取信論 覺 取信論的覺 就是我們心體理念 心體理念是這個念 最小的是 理我們眾生的這個 誰的妄想妄念 這比較屬於這個 生命門那個部分 心體理念最小的 那個念最小的 眾生的這個妄想妄念 我們這個心體最小的是講那個 因為講這個真如的心體理念 所以 等這個虛空戒 無所不騙 所以法戒一相 所以叫做如來平等法身 這個心體理念 這個心體理念 本身來講 就是我們所說的 就是我們真如法性 因為它本身就是騙一切 就是有的就像虛空一樣 無障 無障愛現 虛空無障 無愛現 所以講 所以有時候真如騙一切 所以沒辦法想像 沒辦法用語言語來解釋 所以講無所不騙 法戒一相 所以法戒一相最主要是講 是相無相 所以你這樣能夠了解的話 就開始就是講這個真真 憲正真如 憲正真如的意思 這個我們所說的如來平等法身 就是我們所說的 我們眾生 這到最後就是 氣 我們所說的 清正真如 這個真如 所謂真如按照來講是 一切平等 這個佛眾生是平等 就講平等法身 所以法身就是真法界本來清淨 這是介紹我們要 我們要認識的這個法身就是真法界本來清淨 知性清淨性本來清淨 這個最早要講解是這個法界 就是法界清淨的意思 也是自信力 因為他本身 真法界本身本來清淨本身 這個是他的自信 就是他這個真如本身的本性 所以叫真法界 也叫做本自信 就是自信清淨心 這個自信清淨心 這個心不是 他不是我分的 因為知性清淨心的心是真心 真如用心來命名 作為真心 這個 因為真心跟妄心來對 我們所說的對照 真心是真如 真如用心來命名叫真心 所以我們的八四六四四 是心的望分別 思想 是屬於望心望想 所以為什麼講那個自信清淨心的這個清淨心 是屬於這個心是屬於真心 所以這個就是講 為什麼自信清淨就是 非觀念淨 不是一直靠我們觀照 我們觀行 做這些種種法的修行 讓我們煩惱去掉 所以非觀念淨 所以非去夠淨 非去夠而清淨的意思 一般的就是我們在掃地的 我們就像我們世界的 一定要把它掃掉 好 地上有一些垃圾 好像要把它掃掉之後才清淨 其實按照來講 在我們是講到 我們真正清淨就是 本身的這個 不管 不管有沒有垃圾 對於這個所謂的 我們磁磚的這個地板 本身就是清淨 好 因為這個 以它本質來講就是清淨 所以非去夠淨 真正清淨不是去掉這個物夠才清淨 好 就講到那個就是法界清淨 因為法界的法界最主要是真如用 因為我們的這個物為法太多命名了 有些是講法性 一切法的實性 好 有些是講這個真如 有些講涅槃 有些講法柱 有些講法界 有很多命名 我們這邊比較倾向法界清淨 因為我們這個法眼鏡最主要是講一真法界 這是讓大家能夠了解 波勒的這個清淨最主要是自性清淨 因為它比較講自性清淨性 從法界清淨 從法界清淨一直到波勒清淨 最主要是講波勒得清淨名 有惡意 波勒得清淨名 這個就是講到那個 因為波勒是無露 無露智 它為什麼可以說為清淨 波勒清淨 因為就是講到那個 波勒本身就是無露智 是有體清淨方程波勒 有體清淨就是我們所說的 你一定要見真爐的體 真正它就是自性清淨 你才是這個才是叫波勒智 無露智 就是你能夠清淨這個 真爐的這個 這樣子的清淨 你才是一種波勒智 智 就是才是一種真正的智慧 古詞波勒受法界明 這個 波勒受法界明 就是講那個 法界清淨 就是講那個法界清淨就是波勒清淨 這個是講那個 這個是講那個 這個瘦 所以它最假的是講那個 從法界清淨才會講到波勒清淨 因為就是你能夠提正這個 這個法界本體 因為講法界本體 最假的講真爐的提醒 本身就是信心去 這個是才會有波勒智 所以波勒智是由 靈 因為按照我講這個 就是這個瘦最假的還是講到靈 不是 陳 為什麼講到那個法界清淨 這個時候會慢慢的轉 會帶動這個誰的波勒清淨 因為這個是講到我們 這個 因為法界清淨最假的是講所 我們所說的 按照我來講 是屬於真爐是屬於所 能所的這個所源的部分 波勒是屬於能源的部分 能源性 真爐是所源境 所以從這個能所來說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波勒最假 一定要清正正如法界 也不清正正如法界沒有波勒 所以為什麼講到這個法界清淨 這個時候會慢慢的成為波勒清淨 一個 一個 因為這個講到這個 能觀跟能源的靜跟所源 能源性跟所源的靜 他是 好不及不理 第二個是性無二 性無二就是講到那個 這個 波勒跟法界是 我們所說還是講不及不理 因為五二是講 沒有 就是離波勒 離這個法界沒有波勒 離我們的波勒沒有法界 這個是我們 因為波勒是屬於心 這個 這個五二最假的是 好 按照我講 就是我們所說的 不解不理的關係 比如說那個 《大波勒經》裡面的 男性解分 這段話 這個波勒、波勒、密、多、清淨 其 色清淨 顧一切自清淨 一切自清淨 一切自清淨 這個最假的是講不理 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有時候講這個 按照我們的心跟進 是 比如說我們 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真爐 離真爐之外 我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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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智外無爐 就是我們所說的 離我們的智之外 沒有所謂的真爐 因為真爐一定是 因為真爐一定是 如果智 離我們的 爐 智外有爐的話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爐就不會 真爐就不能被我們的 波勒之所證 所以不可能有智外有爐 我們也不可能有 我們也不可能有 也不可能有 有智 這個是我們 這個是我們 其實講到誰的 我們如果說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爐 爐之外有 有 有智的話 那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波勒 證到真爐 我們的 渡 就是 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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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爐 伯瑞伯弥陀西清淨 最小的是無肉治清淨 它是講能源心清淨 能源心清淨 就像我們的見清淨的話 一切境界都清淨 都沒有煩惱 這叫無肉治清淨 因為我們無肉治是正治 正治 正治是無肉心 它沒有煩惱 所以它遠境界的時候都不會沾著 所以為什麼講色清淨 所謂的色絕對我們所說不慘 所謂色清淨就是我們在遠境界的時候 不會再生起煩惱 探援出煩惱 所謂色清淨 因為色是我們所謂的對象 我們這個為什麼會色清淨 因為就是我們在波勒波密多清淨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不沾著 所看到的一切的境界 所以角色清淨 所看到的境界都是清淨 為什麼會所看到的一切境界都清淨 因為色本身就是清淨性 這個意思 因為我們所看到的所謂境界 本身就是它本 整個是它是情面性 就是我們所謂境界 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切境界 它不是所有的煩惱不是是我們的 我們修學者的妄想妄念 顛倒心所產生出來的 而不是境界所帶出來的 所以它這個色自性清淨 你能夠如是瞭解 你能夠如是瞭解這個色自性清淨的話 你這個慢慢的你就可以達到一切智 一切智就是我們所說的佛智 本身就是清淨 所謂清淨就是它不會有這種 就是它不會有 因為所謂清淨就是它不會說有一個 我們所說的這個 有一個我證著 有一個東西被我證 有一個所證法 是長這個生人體空的這個體性 也是說有時候是講到誰的 因為它在圓境界的時候 它不會說是我一個菩薩 修學很多法在斷了很多的煩惱 就是講菩薩空 而且這個時候它可以知道 所言境界本身就是自性清淨性 它不會說有一個煩惱被我斷 所以為什麼講到一切自自清淨 所以何以空就是為什麼這個意思 波羅波羅密多清淨色清淨 一切清淨性無二無二分 無別無短固名為無二性 就是我們所說的 其實這幾個 波羅波羅密多跟色 本就是我們所說的 它本身就是相極性 叫無二 無二分就是你不能分開的意思 因為它本身就是講 我們波羅波羅密多一定有一個所言境 我們波羅波羅密多就是講能源心跟所言境 能源心清淨的話 所言境也清淨 我們的一切自自本身來講就是 所謂一切自自就是 它成就 它觀察所有的 它在源所有的境界的這個時候 都可以都有無肉制 這個才就是會成就一切的無肉制 所謂一切智 它都能夠相應這個 三人體空的這個空制 就講無二跟無二分的部分來講 就講能源心跟所言境是沒有相理 也不會有這個 無二分就是不會分開 所以無別無段故 這個名無二性 無別的不是難講 就是我們所說的 我們這個色 我們波羅波密多本身就是無肉制 無肉制沒有別於所言境 因為它 因為講 這我們所說的這個心跟靜 我們有心就是因為有靜 不然心怎麼起來 遠靜界才會起來 這個意思 所以為什麼講無別 無段的部分來講 不是波羅波密多去斷這個色法 是波羅波密多是絕色法 本身就是自性清淨 是這個講無段 是講名無二性 這個都是我們波羅密多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也就是講的真的是無負無解 這個都是從波羅比較屬於 從這個 比如說 色不亦空空不亦色 都是講這個極 用極來講 因為波羅比較屬於 一切法界真如的這個體現 都是講極 它比較 比較少說義的部分 比較 因為極跟離 它比較屬於極的部分 因為講色極是空 空極是色 我是比較想極 那不義也是極的意思 沒有離開也是極的意思 所以從這個萬法 這個波羅清淨其實萬法本靜 就是一個 波羅清淨最主要是從能源心清淨 然後所觀照 所源的這個一切的境界 能夠了解它本身自性清淨 就是萬法本來即滅性 這個到最後你還是到可以跟我們的唯師學可以相應 唯師學最主要的 我們在源境界的時候 是我們去攀圓它 我們起的這個像分 影像像分 我們認為它是實詐 我們從維師學的角度來講 我們不是真正的 我們的心不是真正的圓道 依它起的部分 我們在講到它一個是本質一個是影像 我們因為我們眾生是不了解我們所產生的這些的影像 非常相似這個我們依它起的部分 眾人和合的這個是講眾人和合的 因為我們眾是不了解 我們把這個我們心裡所產生的非常相似於這些 以它起的這些物體 所以我們以為是我們真實看到那個東西 真實看到的東西又認為是我們外境 外面的境界影響我們 使我產生煩惱 這個是我們在維師佛學裡面也講到 這個 一切 依它起的部分來講 就是這個我們的自信經濟性 是我們所有的煩惱都是因為有我們的 我們自信 產生很多的電腦往下迷惑 而才會有這個煩惱 才會不解脫 所以還是屬於萬法本禁 所以到最後你到這 到最後你會覺得說 般若跟維師 只是一個從不同的角度來說明 它都可以相通的 連如來上都可以相通 絕對沒有什麼互相矛盾 所以我們這個講般若清淨 到最後就是會體會 萬法本來自信經濟 波日清淨 波日清都是這麼講 波日清淨 我們看到摄 不是因為 不是摄 不是摄 就是講那個 這個 不是摄空 是摄本來自信空 不是这个我们要去空射 而是你可以从这个 中观波瑞的角度来讲 到时候你才会觉知到 原来射法制性空 所以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万法本境 这是以波瑞造一些法制本境 没有问题吧 这也定慢慢的无漏制 这个波瑞造一切法之本境 这个就是 这个是按照来讲都是讲方便 方便制 但是波瑞寒色方便 第二个是意识性无恶 性无恶就是从这边来讲 因为他是无恶无别 波瑞能源的心 跟所缘的色境界 无恶无别 从这边来讲 设为这个万法清净 波瑞清净则色清净 是骗力出法 因为色最假的就是 就是什么叫色清净 色只是按照来讲是 波瑞清净是观一切法 他只是举出这个色而已 以色来代表 因为这个讲到最后波瑞所观的 就是无恶色受小贤士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无恶 因为 其实无恶十二路十八戒 都是对一切法的分类法 因为我们的无恶 为什么要从这边来分类 就是我们的烦恼 几乎来自于这个五项 第一个对色法的制造 几乎来自 第二个是受受感受 我们所有烦恼就是从感受来的 你不看感受 感受实在太深刻了 吃有吃的感受 听有听的感受 摸有摸的感受 这些感受太深刻了 很难离开 沾着 想 色受想 想就是我们 我们看到渐渐 这个想分别 看到这个东西 我们开始就是这个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 全部都跑出来了 种种观念全部跑出来 我们很难离开 是想心所 私心所就是 我们 因为私心所就是我们 离不开前面的这些 感受 境界 还有这个 妄想妄念 想分别 然后这个 有这些之后 他会造作 因为诗是属于造作 行诗是属于私心所 他会造作 造作善业 造作善业 一时我们去造作这些善恶业 所以私心所很强烈 然后这个 这个都离不开我们的 按照而讲六四 四欲 他最后就是离不开 我们的主体四欲 也都是我们烦恼 很容易从 一般众生都离不开这个无相 十二路路是 路是进路 用这个十二路口 我们烦恼离不开这十二路口 所以我一切法 聪明一点 五欲就可以 就可以知道 从五欲下手就好了 不是中 如果根气比较不够利的话 就十二路 再不利 有些说法是从十八戒 因为十八戒戒是种子 更生细 所以有时候是讲 有时候是观这五欲比较有利根 中根 然后这个讲到那个十八戒就是 有时候是 有些是讲十八戒比较利根 十二路比较中 这个五欲就是讲到比较 就是我们所说的下 就我们这个根气的分 用这个分 用这个三种分别的程式 那后面最假的 这个是最所缘 那后面是我们要修学四圣地 我们要修学的法门 十二元之 我们要用的这个 是菩萨 因为身闻圣主要是修学十二元之 我们的大圣最假的修学是六破密 这都是所谓的那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 都是属于诸法 只是我们这边最假的的色清静 比较去色来说明 作为例子来说明 因为色比较 按照来讲我们会比较观察得到 色法 皆如色说 所以叫做万法本静 万法本静是无静无不静 无不静者扶其静相 有时候讲到那个 有时是有时讲那个无静 我看一下那个 不静相比较属于这个 就是我们依靠修学法门去处理它 而得得清静 这叫静相 有一个清静相 无静无不静者 从万法静者 则无静无不静 这个把那个好不好 这个把那个无静无不静 少一个无静 无静最假的 因为我们所说的无静比较偏向于 福就是把命除了浅除的意思 因为无静最假的是浅除静相 因为浅除静相比较难 所以就是我这个烦恼被我清静的这个静相 有一个能清性所清静 这个叫静相 无不静就是离开完全不修行的那部分 因为如果是犯法本静的话 那我干嘛要清静 这完全就是要遮完全不修 不修行而清静 因为自然一切法都清静 一切境界都清静 我干嘛要去修行 我干嘛要学习去断本脑 都清静了干嘛要修行 所以讲无不静 那静者最假的就是这个意思 本身就是这个静最假的 真正的静最假自信清静 宣法本无生性 本身就是讲那个极灭清静 性极诸相 本法本无生性极 所以这个叫真正的真静 真正的清静的意思 是取代这个荡荡无物方称清静 所以就是讲到不需要把 因为按照这个清静最假的 就像我们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地板 把很多垃圾把它清掉 认为这个叫清静 荡荡荡无物就是完全空无一物的意思 不需要等到这个空无一物就是叫清静 不是我们这个圣者 他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他都不觉得是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世界是齐去不平 因为他是看到所有的都是清静 这个讲到那个 非为真静 见真本静 才是真正的清静 视为非静 亦是静相 亦是相待 能守未忘安安得清静 就是我们在 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真正的清静 不需要 就是我们在这个 我们 我们菩萨在修学的时候 在元世间的时候 当下就是清静 见所缘境都是清静 不需要说 把这个一切境界 把他用这个手修学的法门去对质 所以不需要空掉一切烦恼 是为清静 因为他学 那个我们说 这个是讲那个 菩萨所看待的 跟我们看待不一样 我们一定要把东西把它拿掉 菩萨是 就是 圆一切都是清静 这是清静心 所以他这个见真本静 才是真正的清静 视为非静 视为非静 是我们的众生的 所看的 因为 事象 依他起本身 但是我们在认识的这个时候 意识镜像就是 我们在认识他的这个时候 真正了知这个 这个事实是件事 我们真正认识他的时候 本身就是 这个 本身就是 即灭性 好 那个 这一是相待 那个 能守未忘 安得清静 就是 我们 如果还有这个 这个要讲到能守不忘 就是讲到那个 能守不二 因为有二就是我 所以他为什么把这个无二把它带出来 因为如果 就讲能跟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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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和所 的时候 所谓不二 你还有能 我是菩萨 你还有这个 世界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能守 我 因为你还有能 能 能圆心还有手圆静 这个时候你觉得 因为还有你跟我对待 这个 这个是没办法得清静 所以为什么波瑞金能守有二 不二 绝对是旺 能守不二 能守不二 才是近 才是我们所说的近 才是正 我们先解释到这边 这次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这个是把这个波瑞的精华 全部演出来了 整个波瑞那么多 这边全部都 重点全部都给你说了 所以大家要了解 这个晨观的功力真的还很 很 是相当深厚 那我们今天先报告到这边 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